5、4、3、2、1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大家好,祝大家平安 我是 Shafiq Liao 那么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之前所分享到就是 将礼拜带进生活 之前呢 我们分享到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元素 也就是我们的 Rugun ugly 也就是我们的意念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们的 Rugun ugly 也就是我们在礼拜的 里面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的 举止动作 也就是动的那个部分 那么今天呢 那其实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穆斯林 我们的所有行为举止呢 也就是代表着我们身为穆斯林的品德 其实在礼拜里面 我们向真主鞠躬 向真主靠头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却忘了 在那个三至五分钟的每一段礼拜的时间呢 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向真主鞠躬 我们向真主靠头 但是在礼拜的时段之外呢 很多时候我们却忘了 我们其实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节奏 每一个环节 每一秒 每一刻 我们都必须要向真主鞠躬和叩头 我就给个例子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每一个时候 我们是谨守拜公的人 一个时段都不缺 也不会迟到 而旅行我们的礼拜 但是 就是一样的 在礼拜之外的生活呢 他却偷拐 讲骗 全部做起 那么 对一个完整做一个礼拜的人呢 怎样去合计一个 就是我们的举动啊 也就是我们的穆斯林的行为举止呢 向真主鞠躬和叩头 把它带进我们的给予的生活了 其实啊 在礼拜里面 在训练着我们啊 穆斯林 我们的行为举止呢 要正亏 因为我们有优美的行为举止 我们就很容易 把伊斯兰的美的讯息呢 传达给大家 和大家分享 人家也看到 我们原来穆斯林 有那么好的一个行为品德 那么 好好珍惜 享受 我们的公修 也就是我们的拜公 把拜公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好好去了解 好好去认识 那么 了解公修的内涵 成功 慕名 不难 我们下一节 再见 解公修的内涵 了解公修的解公修